有時候當你樂器練得比較久的時候呢 可能會發覺它有一些雜音 那我相信很多人第一件事情呢 一定會把吹嘴啊 然後竹片拿下來看後面是不是激了太多的口水 但是很多時候 當你把它的口水清掉之後呢 這個雜音還是存在 那它有可能是水卡在我們的櫻桶裡面 那首先第一個 很容易卡水的櫻桶呢 是我們井管上面的這個櫻桶 OK 因為這個櫻桶它特別的小 特別容易積水 那我們排除的方式很簡單 你只需要像這樣子 把你的手好 把它堵住 然後吹氣 很容易就可以用你的氣把 卡在這個櫻桶裡面的口水吹出來 那如果是第二種狀況的話 這個比較困難一些些 呃 請大家看到我的樂器喔 就是 這個位置有沒有看到一個 一個蓋子一直在打開 OK 這一個孔呢也是我們很容易卡水的一個音孔 那當要排除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先試著吹這把樂器的最低音 也就是降吸 OK 當你把這音吹出來之後呢 你試著用你的左手大拇指的高音鍵按下去 當你按下去的那一瞬間呢 用大量的氣去把音孔裡面的口水吹出來 因為當我們吹降吸這個音的時候啊 如果你按了左手的高音鍵 你整把樂器唯一會打開的蓋子 就是剛剛那個音孔 所以用這個方式呢 去把你這個音孔裡面的水排出來 OK 下次如果再聽到雜音的話 試試看這兩個方式吧 BG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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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